我老公持续地伤害我 但是我又没办法放弃他该怎么办 我说句话可能有点扎心哦 但凡你离不开的关系 那就说明这段关系对你还有好处 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多想想这段关系可以带给你哪些好处 罗列出来最好是拿纸和笔要写下来 有的人可能说孩子有一个完整家 有的人呢可能是认为经济 也有的人呢可能是性能满足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说是依赖感 他觉得只要有这个男人在他自己的身边 他就感觉踏实 就算对方什么都不做还出轨 但是他老公绝对不会跟他离婚 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踏实感 就是他需要的 对你们来讲也是一样的 不管是哪一种 你都要先看到也要认可 认可你自己的需要 那第二建议就是权衡利弊 很多女人真的不太会权衡利弊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你要先认清你当下的状况 而不是老子一热就去离婚了 结果离了之后呢 发现自己不仅能够去除 就连自己也养不活 所以当在你不能给孩子 不能给自己提供好的条件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需要先隐忍 强大自己过后再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那第三个建议就是保护好自己 千万千万 不要压抑情绪 也不要过度的强忍 这样很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 容易有贵结 甚至呢可能还容易得肿瘤 所以一定要合理的发泄情绪 出道情绪 身体好了想开了 你才要赢的资本